收到一台plus 哎呀 这手机驼背了 这你别笑 这后壳弯的有点严重 6splus 重摔导致屏幕排线断裂 后壳弯曲 自己坏过电池不知道好不好 其他问题不明 帮忙看一下 好的 这个手机摔的有点严重 后壳驼背了 也就是后壳弯曲了 咱们拆开手机 内部还是可以的 坏过电池 屏幕排线断了 屏幕也成这样了 估计报废了 也不怎么严重 主板问题 再就是坏屏幕 好 咱们拆下主板 拆下摄像头 然后用我43码的大脚 将驼背的后壳放在地上踩直 咱们将歪曲的后壳校正直 这样就不用坏心后壳了 看一下拆下来的主板 主板还可以 稍微有点弯曲 不严重 咱们加电流标检测 单板加电流标属于短路状态 这个就要用到松箱大法找出原因 解决好之后最后换屏即可 好 咱们处理了一下板底 加电流标看一下 现在已经不短路了 好 咱们装机开机测试 什么呀 一点电流都没有 啥情况 最后监管检测 CPU挂了 这个就是癌症 主板报废 好 咱们装好主板 装好每一个配件 装好屏幕 通知家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